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是,这两个人无论他有任何一个的理由,其实他应该停下来,停下来服侍他,帮助他才是上帝的心意所在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,这个在告诉我们,神看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,是比一切更重要,比宗教的礼仪更重要,比宗教性的事物更加重要。 人爱不爱神,不是看他有多么热衷于宗教的事物,也不是他有多么遵守某一些礼仪或者规条。 一个人爱不爱神,是要看他怎样对待人,怎样用实际的行动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,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,我们很可能跟这两个人一样,有不同的考虑。 我记得十多年前跟师母一起在马来西亚,我们开车,路上看到一起车祸。 有一辆车撞在大卡车的底下,人被夹在里面了,后来路人就把他救出来。 他们要找车,把他送到医院去,我们的车更正好在那里经过。 所以他们就问我们,愿不愿意去帮助他。 我们当然是很愿意,但是坦白说,当时心里面也有一些的挣扎。 想到这个人会怎么样啊,医院要往哪里去啊,或者这个人如果死在我们车上呢,怎么办啊,等等。 不过感谢神,当时上帝的吹逼,我们去帮助了他,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了。 无论是什么原因,无论怎么样的挣扎,其实上帝看重的是,我们有没有真的停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无为,没有去帮助而找来很多的借口,但是对上帝来说,看到需要就应该去帮助他。 别人的需要不一定是在我们自己计划好要去做的事情里面,它倒是像一个打岔的事件。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专注于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,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我们身边人的需要。 跑上玛利亚人的比喻告诉我们,耶稣喜悦我们,看见人的需要就停下来。 上帝要的服饰并不一定就在我们原先的计划当中,它像一个打岔的事件。 我还在韩国服饰的时候,也有一些的人常常在网络上跟我来联络,分享一些他们的困惑。 我就记得有一个人提到他曾经任劳任怨的服饰两个小孩,可是他虽然付出很多,却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回报。 甚至呢,他自己也受到了亏损,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。 他在电邮当中写了这么一段话,我很难过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的劳动和真心,但是到最后呢,却被他们说成是欺骗他们。 所以他讲了很多以后,我当然也就一一的详细的回答他的问题。 那我在信中提到说,你曾经为这两个小孩所付出的一切劳苦,其实并不是突然的,一点也都不是白费的,因为都记在天上。 爱心从来就不会白费。 后来我们又有一些的通信,来信当中他这么写道,他说,老师你每天到底在忙什么?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一一的回答网友给你的问题呢? 而且这些人,你很可能你根本就不认识的。 我就回答他说,我其实平时也挺忙的,我有神学院的工作要做,我周末要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服侍。 但是上帝一直在提醒我,有一些的事情,尤其是服侍人,并不是我们有空了,有多余的时间才去做的事。 那些一时的一些的需要,其实很可能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那件事情。 而服侍任何一个人,其实就是服侍耶稣基督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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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组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重座了,我们进行验图或诚户目的顾问栏目 你参照吗? 注意点栏目 是有额的色味料 你 Samsara 那么遲吗? 就总是这种人转你